作詞・作曲 曲 初音樂、演唱片 煎扒吧 煎扒一般比較特別 第一,我們來的扒是好看 在雪櫃已經切出來 因為如果用了雪 會被雪水移走 所以一定是最好的 吃東西是很興趣的,有很多很多年了 對我來說,吃是很重要的 不論是食材的地方之外,招勞好的時候一定要吃 吃過後,我想學會怎麼煮的 煮食來著賣的地方就是 其實傳統的廚房就是一個溝通的地方 煮食的時候,可能我們開始說話的時候 就是說煮食,怎樣煮,或者說什麼食材 但是說著說著,我們可以說得深入一點,可以真的吹噓 可以說到大家平時很難有機會談到會不會的 我有些客人是談過通司雜誕也有 其實烹飪是適合所有人參加的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我的客人一般會跟我說 我不懂得煮的,我來這裡不吃 我不煮的,我只是坐在這裡吃 我說不要緊,你先來這裡吧 但是來到15分鐘之內 我就可以吸引他們過來,下手下腳 最主要是因為,我告訴你 莫須有,不需要有吃,不需要有經驗 因為我在這裡,我不會讓你壞 那餐來吃好吃 一就是可以藉著煮食的活動 對食材的認識,對報紙碟的認識 第一,在香港很多時候有地方小 可能你家裡的廚房有小 想約會和朋友一起煮很多東西 其實我這裡,除了你看到我現在 這個比較專業的廚房之外 另外,就有一部多功能的料理機 那這部機,就可以一餐,四個人都可以煮在這裡 我一向的態度就是 其實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跟喝酒一樣 其實喝酒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濃味的 很苦,很稠的 那些才是靚酒,這個事實 但是最終,是我們的口味重要 還是分數重要 我會專注於口味 就是說,其實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 你的朋友喜歡 你做出來的時候,大家都開心 不過更重要 所以我會說,要多煮一些 嘗試不同的東西 對每一個食材都有一個認識 最重要